我们去看电影吧 听你的 那我看看有什么 你愿意看爱情的 还是愿意看喜剧啊 惊悚的 今晚八点 万豪酒店1818 本小姐婚前 最后一次战胜排队 不来绝交 陪你 终于要结婚了 你说 我 我去吗 算了 跟他说我晚上有事 咱们俩看电影去 去吧 人家刚才都说了 不来绝交 而且呢 乐观的估计 陪于这辈子 也就结这么一次婚 那么好 这就是最后一次 单身派对了 你不去多扫兴啊 咱俩一起去吧 都说了是单身派对 我们俩一起去 这算什么呀 对对对 放心吧 我没有那么小心眼 那我就 受累去一趟 你晚上好好看电影 咱俩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我自己看什么电影啊 我自己看什么电影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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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谁呀 陈玉在哪 陈玉 有帅哥找你 陈玉 你来了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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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停 音乐停 这是谁啊 这是啥呢 你过来 过来啊 这位大帅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叫魏哲 著名的公关大神 诸多危机公关世界幕后的推手 灵丹网全球裁员 华盛集团上市公关 还有之前那个 耿月出轨那事 你们应该都知道吧 就是他那百屏呢 裴宇 你们什么关系啊 是不是未婚夫要换人了 是 是 不是未婚夫 甚至未婚夫 甚至未婚夫 赵文远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啊 你带我私奔好不好 好 你喝多了 好 这个UFO消除黑眼圈呢 一次性九十秒就够了 你这都按了五分钟了 差不多行了啊 你别管了 你现在在这心神不宁的 你早干吗去了呀 江大力我也真是搞不懂你 你说你有盯着我跟林肯的劲头 你还不如多看看你家魏哲呢 这么个男神你都敢放出去啊 你是真不怕放出去就说不回来了 我总不能用小心眼吧 我都服了你了 这是小心眼的事情吗 这盯紧的人都可能跑了 伟大的爱情导师帮你告诉你 爱情都是自私的 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化个妆 换身衣服 跟不走 去哪儿 找未辙呀 咱们去好好彰显一下 这个正牌女友的地位 你放心吧 我没喝多 sa Flora 恭喜你啊 终于把自己嫁出去了 魏哲 我现在真的很害怕 我不知道嫁给蒋玲铭 到底对不对 我不知道结婚以后 我要怎么去做别人的老婆 我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 随心所欲 我不知道以后她的 会不会对我好 甚至我不知道 我不太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会离婚 培昊 我们每个人都会对不可预测的未来有一丝恐惧 但是我们又不能保持一成不变的生活 很多东西得来得太容易了就会不珍惜 你和蒋黎明的感情就是这样 因为你 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 看得出来他非常地爱你 而且是个好男人 结婚以后我相信也会是个好丈夫 你的性格很任性 很固执 他呢 温和 包容 多好 你们俩的性格是互补的 结婚以后 你会幸福的 帮你 怎么了 我真心觉得这样不太好 咱回去吧 给我站住 江达林 你有点出息好不好 咱们都到这里了 不许打退糖果 走 我决定了 这会儿我接 我以后会和蒋黎明好好过日子的 中间 魏哲 今天你能来我真的很高兴 我就想问你一句 你你爱过我吗 你爱过我吗 蒋黎明很爱你 我联络不游 Frozen 你爱过你 怎么回事 陳世ah 阿涵 后来 明天我就是别人的新娘了 再抱我一次吧 最后一次 一姐 魏哲 你干什么呢 裴鱼 你知不知道她是要女朋友的人啊 魏哲 魏哲 你给我带三呀 你别生气 我跟裴鱼真的什么也没有 我都看见了 你当我是瞎呀 她有婚前恐惧症 你不是不知道 我跟她在开导她呢 你开导她就要抱在一起吗 她让我一个人去看电影 我要看什么呀 我看你们俩不就够了 你看我说我不来的吧 你非让我来 我是想跟你去看电影的呀 所以就怪我了 非得用这种方式吗 你不是什么焦虑症 又是亲密恐惧症的吗 现在在一起 怎么不犯病了 你忘了你给我治好了 我治好了 不是让你去抱别人的 你当我是什么 要影子呀 你冷静一点 刚才裴鱼告诉我 她明天就要跟蒋立明结婚了 而且她打算未来都要跟她 好好地在一起过日子 她也非常地看重我们之前的友谊 所以她才请求我 能不能最后地抱她一次 而且她都哭了 我还要哭了 你要是不信 咱们先去找裴鱼 让她跟你说清楚 丢不起那个人 每着我告诉你 从今以后 你得离这种事情远一点 不能再让我误会了 你知道吗 你喜皮笑脸 一个人 以后就抱住你一个人 每天都抱 一有时间就抱 行不行啊 你差不 bit 他俩会被打起来啊 打不起来 就算打起来了 帮你也不会吃亏的 走 咱们俩看电视见 幸亏你来得及时 不然我真不可能会拉下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